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宾卡其实是一个瑞典文 我后来才知道 那你为什么叫宾卡 它是瑞典文里面的hello的意思 你取这个名字 你晓得他是hello的吗 不知道 就听到觉得这个很棒 当初是这样觉得 那你的partner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看你可以走过来跟大家say hi一下 然后那个镜头要转 跟着我们 我要再看一下 是姨颖 大家好 他们两个其实是共同创业者 在今天那个姨颖非常的客气 说他比较会讲话 所以点子比较多 那为什么他比较会讲话 为什么推你 他不喜欢讲 他不喜欢讲 客气了 他是真正的老板 老板不讲话 是这样子的吗 我们要请家人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当时会找这个减果子 你对减果子有什么觉得是 他除了告诉你很多 关于道德时尚的概念之外 你觉得他们最特殊的强项是什么 我觉得他有好多 让我还蛮敬佩的地方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他们两个人 一开始每一个人各出十万元创业 是 然后完全没有拿投资人的钱 然后就这样经营了七年 从原本两个人开始的工作室 到现在总共有九家店 那事业上当然经营一直在成长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Vincar他参加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 除了这个公平交易之外 最近也通过了这种B型企业的这个认证 所以等于说是整个产业由内而外 他们都很自我要求 那还有我记得有一次印象最深 就是跟他开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才跟与会者聊到 一个观念叫做激进透明 叫radical transparency 也就是说希望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把很多资讯都公开 比如说原物料的成本 那加工的成本 那公开以后 所以未来原物要有波动 他也会反映到消费端 那没想到他竟然一个月之内 就把他实现落实在这个 减果汁的营运上 所以太多地方 嘉宁刚才讲了很多事情 很多的名词 我都想请他暂停 pause然后解释 OK好像是在上一门 这个社会经济的学问 但是那个等一下再还给你 好了 我们对一般听众来说 其实很好奇 很好奇你们两位年轻人 怎么样子 其实不能说年轻人吧 不是 没有太年轻 不过怎么样子 你们其实做的行业 是非常怎么讲 我觉得是有种光环 一种专业上的光环的 那为什么要自己创业 而且刚刚讲到那钱 虽然只用20万 可是非常辛苦 可以想到出来 那个投资 不是只有钱 是时间跟心力 跟一个对于 那种怎么叫做 就此一搏的那种决心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创业之前 我们两个是做建筑的 我们在上海做建筑了 好多年之后 就决定离开原本的建筑产业 一方面我们当时在上海 参加了一个叫做环保设计展的活动 那参加完展展之后 当时已经将近30岁 我觉得应该是时间 可以出来自己试一试 那所以我们参加完那个展览 我们就离开原本建筑的产业 那因为是环保设计展 所以开始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做环保这个理念 环保原本是一个口号 那它其实可以用生活的方式去实践的 我好好奇哦 其实那种建筑业建筑师啊 都是很多年轻人心向往之的 你们好不容易进去 而且真的是大学都在念这个 然后做了很多年 然后也进入几身那种上海第一流的国际 国外的建筑事务所 你们说你们做过什么 上海新天地啊 我们做过后期的佛山 佛山你看看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好像 真的是在很多这种 走着专业路上 建筑路上的 觉得非常难得 但为什么舍弃 只是为了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新闻就是环保 环保 所以我们真的很 我为什么笑这么开心 我觉得就是世界上充满这种人 我们才有改变的机会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叫做建筑环保 还是环保建筑讲 环保设计 我们就是环保 就是参加一个环保设计站 所以当初回来台湾 其实成立检果汁的时候 一开始的公司名字叫做 检果设计工作室 那所有的产品都是 我和历史我们两个人 自己手工的方式 怎么样擦枪走火的 我记得你们接受反望过的时候 有一个跟你们手编织的 一个东西有关是不是 当初其实我们用到了很多的材料 它是比较天然的材料 甚至是公平盲鱼的材料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渐渐的我们就开始认识 整个产品如何去制造出来 它的过程是什么 材料怎么来的 甚至因为这样子而投入到 后期的像公平盲鱼这个领域里面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说 做了一串用羊毡 羊毛做的手环 你们现在还做这个东西吗 各位可以看一下面前的 这些东西就是他们 这个检果汁在贩售的产品 很像这个的小缩小版 会不会有没有 应该这是毛线 这是马 黄马 黄马 对不对 可是它 我记得应该 我想象中 不是我记得 我没有看过 应该就是一个小型 缩小版 但是用羊毛做成的 还有一些什么 你说深思嘛 对不对 对 产品 所以你们的产品 到底有些什么 我们其实产品还蛮多元的 从家饰品 生活用品 杂货 到后来开始生产衣服 甚至有传统的乐器 餐具 所以这是五光十色 非常非常多 错误 家里不要偷笑 到底我应该用什么成语呢 这个非常多的 五花八门 这个五花 不错啊 太早起了 所以包括你今天 身上的这一套吗 对 衣服其实也是 哇 所以环保时尚 可以真的很时尚 不是因为环保 就要牺牲时尚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设计和环保 怎么可以结合在一起 你看这个帽子也是吗 这个帽子是用 牦牛的帽子做的 那为什么它 跟一般的其他帽子有不同 它是纯手工 纯手工 那它意义呢 它提供藏区那边的妇女 其实一份工作的机会 其实公平贸易就在讲这件事情 如何用手工的方式 让这些国家的妇女 尤其是妇女 让她们可以稳定的 有一份工作机会 并且从中获得合理的待遇 那在制造这些产品的过程中 能够把环境的污染 降到最低 听到没有 这就是公平贸易 它的精髓 我以前其实觉得公平贸易 就是说你不要去压榨对方的 就是贩售的物价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 买的越便宜越好 所以我们会觉得 CP值高是最重要的交易行为 就买方嘛 可是你刚刚讲到的 其实是要让他们有生活 有保障 尊重他们的一个 手工作的一个价值 还有他们的文化 对不对 那这样你可以再 从经济学的角度 是再讲一下 那个公平贸易 对 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是说 他不再只考虑股东的利益 他考虑的是整个产业的 这个利害关系人 的一个利益的平衡 所以如果我们主流的这个商业 只考虑股东的利益的话 那他走得很极端 他就会牺牲掉很多利害关系人 比如说供应商 比如说这个员工 甚至是客户 还有环境 那这一类的例子 现在在我们的企业界 其实还蛮不少见的 那我觉得公平交易 他最主要就是希望 在生产者跟劳工 也就是说供应商的这个部分 也能够尽量去争取一个利益的平衡 答对了 我们这就是共耗 对不对 但为什么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呢 这是到什么时候才出现的一个 公平贸易的一个想法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产业 公平贸易在全球已经发展60年了 台湾大概是最近10年开始从餐饮 尤其是咖啡豆 让民众开始有选择性的消费 那到这些的手工艺品 服饰 其实公平贸易产品 非常的多元 只要能够用手工制造出来的东西 它都有可能是公平贸易的方式 所以这个其实 我们一直在做的不是一个新的产业 是一个旧的产业 怎么样把这样子旧的产业升级 并且让一般的民众了解 它在消费的过程中 其实是除了在消费的当下 它可以认识 对我们来讲是两个观念 一个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在什么地方做的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 消费者在我们这边消费的时候 他要知道这两件事情 用什么做的 什么材料做的 在什么地方做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好像所谓的生产履历 我们因为过去在幸福食堂时代当中 谈了很多就食材 最重要其实就要了解它的履历 其实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聊